多伦多猛龙现在东部半决赛1比2落后于费成76人,相比于大比分的落后,猛龙的比赛方式更加让人担心。猛龙最终还是往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了,比赛逐渐变成了科怀莱奥纳德一个人的表演。 在上周东部半决赛第三场猛龙95比116输给76人的比赛中,莱奥纳德22投13中得到33分,其中3分球4投2中。 在这个系列赛中,他场均可以得到36分,命中率是高得离谱的61%。 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是,当一个像莱奥纳德这样高效的球员做到板凳西上时,球队的进攻表现往往会有所下降,但是在这个系列赛中,有没有莱奥纳德的猛龙,完全是两支球队,可以说从一支NBA球队以下就变成了CBA球队,差距之大只能用夸张来形容。 让我们来看一下莱奥纳德在与不在,猛龙的进攻评级对比。 第一场比赛,126-47.8。 第二场比赛,101.2-35.7。 第三场比赛,105.4-70.8。 整个系列赛,110.7-54.1。 也许看到这样的数据有些触目惊心,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猛龙受发球员在场和不在场都有着差距巨大的进攻评级对比。 换句话说猛龙的替补球员在季后赛中,尤其是在本轮系列赛中,表现绝对是悲惨到了极点。 例如当丹尼格林不在的时候,猛龙的进攻评级,就会从118.7,骤降到57.6。 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弗雷德范弗利特、诺曼鲍勃勒尔、塞尔吉伊巴卡这些人只是状态不佳,毕竟不久前猛龙的阵容深度,还是他最大的力量。 如果这一系列比赛继续往前走,猛龙替补球员多半会出地反弹。 当然,很多人会拿马克加索尔的交易来说是,怀疑这是不是正确的操作,毕竟,他在与本彼得的队位中完全处于下风。 不过加索尔本人并不是问题所在,他总体上来说还是很好的,他在进攻中,为猛龙带来了一些改变。 但问题是得到加索尔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当猛龙交易得到他的时候,乔纳斯瓦兰修纳斯打得非常好,他们还在这笔交易中搭上了德龙赖特和CJ迈尔斯,这导致猛龙反凳其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看起来很弱。 还记得常规赛不可一世的范弗利特吗?他在第三场比赛中,七投零中只得了一分,更要命的是他在这个系列赛中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1%。 总的来说,猛龙整个板凳席在季后赛中的三分命中率,也只有24%,对费城76人的东部半决赛,这个数据进一步下降到了17.6%,合击50投仅12中。 这一切加在一起,猛龙在本轮系列赛的前三场比赛中从板凳上总共只得到30分。 相比之下76人已经从板凳上得到73分,这次13分的差距,即使莱奥纳德打到76人也难以克服。 尤其是在西亚卡姆之外,莱奥纳德也没有得到其他首发球员的足够帮助,尤其是凯尔·洛瑞,他在第三场比赛中,十投二中只得到了7分,球场正负值是全场最低的负28。 洛瑞在谈到莱奥纳德的时候也表示,我们必须帮助他,尤其是我自己,我要帮助他,多得分,在球场上帮助他,我们都得帮助他。 他现在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没有给他任何帮助,我没有给他任何帮助,我必须帮助他。